猪皮这样炖一炖太香了 吃着不腻口,软烂入味 下酒又下饭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具体做法吧 这个也是平时积攒下来的猪皮 一块一块,一条一条的 现在我们把猪皮处理一下 先倒入盆里 里面加入清水 先把猪皮清洗一下 上面如果有猪毛 首先要把猪毛拔干净哦 我平时都是在超市买的猪肉 还是比较干净的 猪皮处理好以后,冷水下锅 里面放入葱段 生姜片 倒入一大勺料酒去腥 搅拌均匀,把水煮开 等待锅中煮开以后 可以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把猪皮煮十分钟左右 千万不要煮的时间太久 煮好以后,空水捞出来 放入清水里,把猪皮洗干净 这一步也是给猪皮降降温 把猪皮表面的油脂洗一下 等一下操作的时候不会打滑 洗好以后放在案板上 把上面一层肥油刮干净 刮成这样子,看着比较干净 再从中间切成小段 用一根筷子,把猪皮搓一个洞 然后把棉绳穿进去 可以两个为一组 穿在一起,然后打衬结 用一个晾衣架 把穿起来的绳子 一个一个的挂在衣架上面 天气好的时候放在外面晾晒 这几天河北都是艳阳高照 这样猪皮晾晒起来 水分就容易蒸发的很快 这个是晒了两天的猪皮 已经很干了,这个就可以用了 把一个一个的绳子取下来 可以贴一下它的干湿程度 已经晒得很干了 锅中倒入食用油 把猪皮凉油下锅 切记一定要凉油下锅 如果热油很容易炸糊 猪皮放在油锅里 随着油温慢慢的升高 猪皮也会油硬变软 这个时候要勤翻一下面 这样猪皮就会软化的快一点 随着油温慢慢的升高起来 看起来猪皮也会膨胀 稍微看着有一点点变化 就把油温升高 油温升到中大火 这样猪皮就会很快的膨胀起来 这个时候就赶紧翻面 没有炸到的地方让它赶紧喷起来 全部炸好以后就赶紧控油捞出来 如果再炸第二锅的时候 一定要把油温降下来 把油温降到二三十度 用同样的方法去炸猪皮 随着油温的升高 猪皮慢慢被软化 炸好的猪皮变得脆脆的 也可以撒上麻辣鲜 还有烧烤料 吃着比薯片还要好吃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猪皮很好吃的做法 先倒入一个干净的盆里 里面加入清水 把表面的油脂洗一下 洗上两遍 再用干净的清水 把猪皮浸泡一个小时 猪皮靠软以后 再切成两公分左右的条 下锅里倒入食用油 放入生姜蒜片炒香 放入一勺红油豆瓣酱 炒出豆瓣酱的红油 把猪皮下入锅中 先翻炒均匀 现在开始调味 里面放入一勺食盐 一勺红烧酱油 一勺生抽 继续翻炒均匀 然后向里面加入清水 清水的量 和猪皮持平就行 翻拌均匀 盖上盖子 把锅中煮开 水开之后 再煮上十分钟 让猪皮充分的吸收汤汁 然后下入青椒 青椒切成胶圈就可以了 翻拌均匀 放入一勺蚝油提鲜 拌匀之后就可以吃锅了 现在闻到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 咸鲜有微微的辣味 半米饭吃 真的是超级下饭 而且猪皮鸡足了汤汁 有一点点的劲道 而且非常好吃哦 喜欢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拜拜